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写的时候有些字比较复杂 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一笔一画的来进行书写 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的简介 那么大家都知道雪梅他的作者是卢岳 自威杰一座威众是敏县人 那么李宗纯幼四年的时候曾考取晋师 之后呢是调建昌军学教授 在景定五年的时候出秘书郎 他的作品中呢主要是以两首雪梅组成 而今天呢我们学他的其中一首 我们来看一下雪梅课文的讲解 首先呢大家先来一起跟着老师有感情的去朗读一下课文 那么在读的时候呢一定要读准他的字音 并且呢要学会有节奏的朗读 我们来看雪梅 那大家在读的时候呢一定要读准他们的字音 并且呢能够知道他们的隔断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读呢先能够知道每一个句 他们的意思知道诗的大致含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戈壁废平章 那么在这里边呢梅和雪 梅指的是梅花 雪呢则指的是雪花 梅和雪指的是梅花和雪花 他们争春 没有一个呢肯服输 那么在这里边骚人呢指的是诗人的意思 歌同的是啊提手旁的歌 也就是诗人呢 歌笔把笔放下 废平章 平章是平易的意思 那么在文章中呢则指的是梅花与雪花争高下 那么就是诗人呢很难去评判究竟梅花和雪花谁能够分得清高下 我们来看诗意 梅花和雪花呢都认为各自占尽了春色 谁也不肯服输 这可难坏了诗人 不知道如何用文章来评议他们的高下 那在这里呢需要大家对诗句它的一个含义呢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 梅虚训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那么前面已经说到过梅和雪分别指的是梅花和雪花 我们来看它的意思 那么梅花呢需要迅是迅让 梅花需要迅让雪花三分结白 那么雪却输梅一段香 雪花呢却输给了梅花的一段清香 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简单对诗它的意思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是我们第一遍阅读这首诗 我们来看第二个 二读就是啊品诗味 能够知道这个诗它的意境 并且呢能够知道诗歌所要表达的感情 我们来看 这里边呢涉及到了两个重点的字词 大家呢一定要注意 梅雪争春未肯降 那在这里呢降它的意思呢是服输 三人歌笔费平章 前面老师已经说到过平章的意思 祥是服输 平章是平易 那在这里呢指的是平易 雪花和梅花 它们之间的高下 我们来看 梅虚训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那么读完这句话呢前面已经说到过它的含义了 那大家能否告诉老师梅花和雪花 它们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图片 相信呢都认识第一个是什么呢 梅花 第二个是树上的雪花 那么梅花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大家都知道 盛在香上 而雪花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那盛在白上 所以呢读完这两句呢要能够对它们的特点呢简单了解 我们再来看 学完股市之后呢来想一想雪和梅争春 为什么它们比不出高低呢 我们来想一下啊 看说假如没有梅花 那么就不能够映射出雪花的洁白无瑕 通过两者呢做一个对比 更加衬出雪的洁白无瑕 也就是衬托出雪白的特点 而如果没有雪天的寒冷 也就不能够显示出梅花 不畏风霜吐露芬芳的高贵品格 我们都知道梅花傲雪而开 那么天气越是寒冷 在其他的花都已经枯萎的时候呢 梅花它独自展开 由此呢可以根据雪的寒冷来衬托出梅花的不畏风霜吐露芬芳 也就是它香的特点 那么从它们的对比中 你能够明白什么呢 那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 当然了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取长补短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做到相得益彰 我们来看一下诗歌的主题 雪梅展现了一幅梅花傲雪迎春图 那么它呢写出了梅花和雪花 它们的各自的特点 也就是梅花非常的香 而雪则是非常的白 那就是梅有其香 雪有其白 那么通过写这样的一幅图 重点突出雪花和梅花它们的特点 那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那么前面我们知道将雪花和梅花 它们来做对比 主要是告诉我们 为人处事上要取长补短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做到相得益彰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拓展阅读 那么前面说到过呢 作者卢月它呢主要是以两手雪梅铸成 而我们今天学的是它的其中之一 那么这里边的拓展阅读呢 是它的对雪梅的第二个描写 有兴趣吗 大家可以对它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